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my 之前介紹了一些加密貨幣錢包 以及一些穩定幣高息存款的介紹 不過有些朋友開了錢包後 對入金及如何提款方面有疑問 因為始終加密貨幣及傳統金融市場是兩個不同的系統 而很多的錢包、交易所也是海外公司 香港未必有辦公室 甚至乎銀行戶口也不是香港戶口 轉賬來說也不是一件易事 有些公司入錢還要認證戶口 手續上也挺麻煩 所以這次跟大家介紹五種常見的入金方法 會逐一跟大家介紹他們的利與幣 在這裏做回免責聲明 影片的內容涉及我的個人觀點 所以僅供參考 並不構成投資加密貨幣的邀約 投資有風險 加密貨幣的價格尤其波動 做投資決定之前要再三考慮 若不幸招致任何損失本人蓋不負責 第一種信用卡轉賬 絕大部份的交易所和虛擬貨幣平台 都會開通信用卡入金功能 因為方便 入信用卡號碼就可以過數了 這些平台通常都會支援Visa、Master這些大陸的卡 AE、銀聯這些比較少見 而且信用卡通常會支援多種貨幣 你可以用港幣找數也可以 亦容許小額買幣 買一千幾百港幣的加密貨幣也可以 我最低見過200港幣也接受 而且過數速度都很快 一般即日都到賬 不過信用卡的不好處就是貴 一般都收2%至5%不等 視乎平台而定 而且很多交易所或錢包 都要透過第三方的平台去做信用卡轉賬 這些第三方平台有機會又要你做一輪KYC的身份認證 才可以讓你用到信用卡功能 變相你的個人資料又給多一個渠道知道 資料外洩的風險又會高了 還有信用卡一般都有一個交易上限 例如最多給你入金的上限是15000美金 你這張卡都有credit limit 所以如果想過大額少少那些 就真的未必適合用信用卡 出金我方面很少可聽到信用卡可以用來提款 除非有些平台它自己有出一些 crypto的信用卡或者debit卡 好像有一間叫Wires的公司 或者crypto.com 它們會有自己的visa卡或者debit卡 你拿著這些卡 你可以好像一般信用卡去店鋪消費 例如在超級市場或普通的shop都可以用到 甚至你可以直接去ATM按錢提款都可以 不過大家一定要用這個平台或者這張信用卡 才可以提款 我個人認為如果大家想小試牛刀 入幾千元進去玩一下crypto感受一下 用信用卡都無妨的 因為方便 幾千元的話就算收5%的手續費 都只是幾百元而已 你當買一個經驗 如果你是大額轉賬 就真的不太建議 如果你過幾萬港幣的數 就說手續費可能都要過千港幣 其實算起來就真的不多 銀行轉賬 如果大額轉賬的話 例如你是想over五萬港幣 那個人就建議用銀行轉賬 始終銀行那方面會有交易紀錄 雖然有些人就說 我去中心化不想讓人知道我這麼多身份 但是問題是這些都是錢 如果大家真的有些什麼差池轉賬 在這邊銀行過數那邊又說收不到 口筒被拗又怎麼辦呢 很多平台都要先綁上銀行戶口 才可以做到這個轉賬功能 因為全世界都捉防止洗黑錢條例 很重要 所以用得銀行轉賬 都必定要做KYC身份認證 走不掉了 現時很多平台只可以綁定美金的戶口 不可以綁定港元的戶口 所以要做銀行轉賬的話 你又沒有美金戶口 大家首先要到銀行開過 通常綜合戶口都可以開到的 你還要問銀行拿著SWIFT戶口 這樣才可以過到數 這個戶口你就打電話去銀行客戶服務部 或者上網查都可以查到的 雖然這個步驟比較麻煩 但大家做了這個銀行綁定之後 你在出金、提款方面都會方便了 因為你提款出來的時候 平台很多時候都會過數去你購買 綁定銀行戶口 大家投資加密貨幣不會想著有入沒有出 都要想一想怎樣看出來 你綁定銀行戶口就方便日後提款 至於銀行轉賬都要收手續費 銀行方面一般都會收20至50美金不等的手續費 而虛擬貨幣平台那邊 有些會收手續費 有些就不收的 就算收都收得不太多 好像說有一些都是1至2美金 不過提款方面 有一些手續費就會收得貴些 有些平台好像要收幾十美金 所以大家開平台的時候 都要查得一清而楚這些手續費 大家聽到手續費要幾十美金 聽到也不便宜 其實計算都是幾百港幣 但是好處是這個手續費 就是欠心地計算的 無論過多大額都好 它都是收你這筆錢的 換言之你過個不數越大 你的手續費就可以攤分 變相比較便宜 而且大家因為是用美金戶口 過美金進去平台裡 很多時候你進去買幣 都會先買USDT或USDC這類的穩定幣 這類穩定幣 有些平台都是offer1比1的匯率比 變相你用美金戶口轉賬 又不會虧這個匯兌 所以之前也有不少人 都是用銀行轉賬來做入金的渠道 但是銀行轉賬最大的不好處 就是到賬時間很慢 一般要等1個工作天至5個工作天不等 才可以過到數 如果你心急想過夠錢 到平台去買幣 又或者在平台提出錢 要周轉 那就不太建議用銀行轉賬這個渠道 加密貨幣ATM 用ATM的好處就是可以用現金交易 中間就不用經過信用卡公司或者銀行 因為我有聽過有些人轉賬去加密貨幣平台的時候 銀行那邊就懷疑那個人是洗黑錢 就封了他的戶口 所以經銀行轉賬都有這個風險 尤其是我們現在不時聽到政府要監管加密貨幣平台 銀行如果要聽話要配合政府的話 到其實都真的隨時會不讓銀行過數這個渠道 所以有些人有這方面擔心 就會考慮用其他方法 其中一個普常見的就是用ATM ATM最大好處就是不用做KYC的身份認證 大家只要去到機器那裡入錢就可以了 而且是很易用的 我都試過用一次都很方便的 因為這些機器有個scanner 大家只要scan你的錢包的QR Code進去 然後選擇用哪隻的加密貨幣 之後就像銀行ATM機一樣 入現金進去就可以了 到款時間都很快 我之前試過一次買USDT 大概等5分鐘左右 銀包就到帳了 但ATM最大不好處就是 手續費很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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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說三次你就知道多貴 好像這部機器那樣 它對USDT已經收你8.2多港元 USDT只是美金而已 說它對7.8至7.9左右 匯兌已經虧了一筆 而且這些ATM機器會收一個固定的手續費 好像這部機器就收150港元一次 如果大家入錢的額度是小 只是一千幾百下去 你計算手續費進去 你隨時一個USDT 這部機器要用9至10港元去換 比信用卡貴很多 另外ATM機要親身去那部機器入金或提款 第一你要時間過去 第二你又要抬著現金過去 都有保安上的風險 所以始終ATM機沒有信用卡或銀行過測 那麼方便 出金方面ATM都可以提款 不過不是所有機器都支援 大家就要上網看一看 你去那部ATM機可不可以提款 其實據我所知 現在全港已經有超過100部加密貨幣ATM機 其實相比幾年前 幾年前其實真的很少 全港只有幾部 所以現在都真的方便了 基本上如果你上網查一查 真的僅有一部就肯理你這一區 不過你就真的要在整區裡面 只有1至2部 不過始終ATM收費真的很貴 所以我用完一次都放棄了 第三方錢包過戶 加密貨幣已經流行了幾年 其實越來越多人持有 可能你問問你身邊的朋友 可能他們已經有幾個Bitcoin肯定 都不奇怪 如果大家都想參與一下的話 但是又不想做KYC 或者用信用卡銀行過數 因為想玩一下而已 不想搞這麼多事情 那麼麻煩 去ATM入 這個手續費又這麼貴 又不是很想 如果你身邊真的有朋友玩開的 你可以私底下跟他協議 叫他轉少少加密貨幣給你 你自己跟他協議買入價 然後你作銀行過錢給他 這個方法其實都挺常見的 尤其是有些朋友早年買入加密貨幣 他們都賺不少的 他們都會樂意套現出來 朋友和朋友之間的加密貨幣轉移 其實是很容易的 通常大家在銀行裡 都會有一個貨幣的網址或QR Code 你就給你這條Key 叫他直接進入這條Key 這樣就可以了 又或者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用一個QR Code 他就可以過數去你那裡 朋友和朋友之間的好處就是 不用收手續費 只是普通一個過數 不過如果是冷錢包過數那方面 有機會就要收回一個礦工費 同樣你也可以賣幣 只要你找到買家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渠道套現了 用這個方法最重要要留意的一件事 就是你那個貨幣是用哪一隻Blockchain技術 因為就算你是同一隻貨幣 你如果是用不同Blockchain技術寫的 大家是不可以過戶的 例如我這個平台這樣 我選了USDT入金 上面會看到有三個選擇 分別有ERC20、TRC20和OMNI 三種 ERC20其實是用以太坊Smart Contract技術寫的 坊間都是比較多人用這個技術寫的虛擬貨幣 而TRC20就是用Tron Tron 這個Blockchain工鏈寫的 OMNI OMNI 也是另外一隻 這三隻雖然都是USDT 但是真的不通的 如果你朋友是擁有TRC20的USDT 而你的錢包就只是接受ERC20的USDT 過不了數之餘 如果你硬過 就有機會不見了一些幣 另外大家有時候會在一些社交平台上 看到有類似的人說可以幫你買幣或者賣幣給你 大家就要非常小心 始終這些人三不識七 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他會不會收了錢之後走數不賣幣給你呢 你可能說不如約出來交收我一手交錢 他馬上過數給我 那就不怕他走數了 大家記不記得之前有一宗新聞 有個加密貨幣投資者被網上買家約出來 誰知最後被禁錮和勒索 所以網上做這類第三方錢包過戶的話 真是要憤外小心 C2C交易 這個是越來越流行的入金方法 C2C 即是customer to customer 跟剛才說的第三方錢包過戶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就是之前那個 你要主動找交易對手出來的 你要問身邊朋友有沒有幣買 或者主動上網去找買家的 但是C2C就有一個平台去幫你協調的 幫你找買家和賣家給你 而且過程中平台都會幫你看著交易是否完成到 如果過程中有人走數 平台又會幫你封殺這個帳號 讓他下次登不到廣告 這樣就不會再有人中伏 所以那個搏襯程度就會比較高 據我所知有做C2C的平台 就有Binance幣安 另外香港公司Kiki Trade近日都開始搞C2C 我都了解過Kiki Trade的C2C平台 都容易用的 可以看到買家和賣家的資料 你剛好想交易的對象 輸入你的交易金額 就會有對方的戶口號碼 然後你就去銀行過數給賣家 當對方確認收到你的款項之後 他就會馬上轉加密貨幣給你 過程順利的話 最快快到30分鐘就可以完成 費用方面 Kiki Trade就不會收這個手續費 只是你和買家協議用什麼價 去買入加密貨幣就可以了 所以算起來算是幾花算 我都有問Kiki Trade那邊 你如何確保買家和賣家是可信的 他們都說入得他們平台的話 都經他們篩選過 首批賣家都是一些比較資深和信用度高的商家 他們相信C2C出金入金 都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渠道 所以日後都會繼續完善這個C2C平台 提一提 為了保障用家方面 Kiki Trade方面 都會要求客戶完成了KYC的身份認證 才可以用到C2C功能 我自己最近都因為C2C功能 開了Kiki Trade帳戶 如果大家都想試用的話 就可以用我以下推薦連結開戶了 大家用C2C首次入金 就滿1300個USDT之後 就會多20個USDT的獎賞 近期他們還在搞新春的推廣 在2月7日至2月11日期間 就可以保證用7.79這個匯率去換USDT 近乎一對一 買得越多 還有額外越多的USDT回贈 最高可以拿多19的USDT 優惠詳情和推薦連結 就可以開啟影片下面的資訊欄看 今集的內容先講到這裡 如果覺得我這條影片的資訊有用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和留言支持 如果還想留意有關Blockchain的資訊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下次見 拜拜